一次侥幸的反杀想不到成了他嚣张的资本啊 朝地板开了两天也挂掉了吧 如果今天不能用平底锅亲手治来他 那我这么多年练枪的努力又为了什么呢 这么一来一回只是可惜了图书馆这么好的地板砖了 家门口是猥琐的愈为 钻个狗洞缓一下想不到又壮电这家伙了 一不小心走到天山上了 其实也没什么就当让他了多给几个人头 因为这将是他这局击杀我的最后一次了 走狗洞一路压下去 他重生不服肯定还会再来 过来了还带着队友来的 接下来准备他去哪我去哪 先来天桥是吧直接请压M16 先反杀一个 打地板的功夫又过了一个 轰轰一枪神还没算出来 这家伙看来跟那个小兄弟是一伙的 没关系 两个人一起制裁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难度也不是那么高嘛 狗洞又过来了 拿到这局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一路走下来 什么还敢打我的队友 我不允许 他现在怎么当成了福利魔呀小兄弟 这团境可不行福利这一招啊 在家门口超神能带我和伊丁雪 又冒出来一个 在家门口还是有些危险 但我又来了 危险怎么样 我还是会来的呀 拿到R45把我吓一跳 门口都没有一个 狂扫地板好像打错了呀 衣服穿着一样的 怎么老喜欢来狗洞呢 就这么想让我制裁你们是不是啊 拿到锅 在对手最想不到的位置突然出现 你看他来了 成功打下 把制裁打在公平上 走 。 那 我觉得